这里有一个 哥哥哥们你是大神吗 干嘛大哥 我们要找找找大神有吗 大神那里有 我给你们 我不错 我们就是随便问我 我是想找大神 大神是在桥下还是那 这里这么多大神 好多大神 你是刚来啊 就是以后也想成为大神吗 不是打工赚点钱找个婆娘 他们为什么就是住在这下面 不好好那个找个地方住 知道我刚来 刚来吧 有我的印象 你老家是哪的 贵州的 贵州的 你好贵州 贵州我去过 你去过 对我去过是那些他们那些苗族 你知道吧 苗族 苗族有冯族 对对对那些旅游的地方 那是哪里的 我们是当地的 当地的 当地的 为什么我刷我们这个哥们刷手机 他还有附近看到有很多大神 所以说想来找一下 看我找工作嘛 明时睡一样 这里空气很好 对对对 空气很好 对对对 空气好 好 好 你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逛逛 上面打我啊 你跟着我们怕什么 没能打你 走 你东西拉的也拉好 没事的吧 没事 上海没事 没事 走 你们新校那个就是并假 哥们贵姓啊 我姓周啊 姓周 叫你小周好吧 我肯定比你大不用看了 我三十几大 我三十几大 我三十五 你大我两个去啊 那我们应该兄弟相亲嘛 好吧 好好好 这地方住的这么多的 这么多 哥们这里睡觉要那个副床位费吗 要不要的 这个地方确实挺神奇的 然后后面睡了挺多人的 这边的人好像都不怎么搭理我 哈哈 我认为呢 到这里来 要是他们先接触一下 毕竟他们这里熟了 对 找工作以后 通过他们了解一下当地怎么找工作 嗯 至少因为现在找工作都是中国中介 对吧 有些中介好不好 他们应该比你了解的更多 如果你想这里暂时先过渡一下的话 还是要找他们问一下 因为毕竟 骗子宗教或者一些不好的口碑不好的东西 通过他们的一个更多的了解 你可以问他们好的中介和不好的中介 但是不要学他们生活的方式 你知道他们的生活的口号是什么吗 永不为奴 就是干一天休息三天 直到把钱用光之后再去找工作 他们干的是日节 这样也不行 你尽量要干那种稳定一点 对 我也是 理解我意思的啊 啊 这里找工作呢 我了解它相对来大概比较容易 他们俩成为了 是 他们像不像你一样是为了赚钱 他们就是为了自由 赚一天的钱 玩三天 对 玩完了以后 这也不行 这也不行 你要赚钱还要找婆娘 对 我还要可以拚点钱 至少找个婆娘养老是不是 对对对 养老都是有 你和他们的梦想的追求是不一样的 你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 他们大神和我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想法不一样的 对吧 至少在上海 只要你肯付出劳动 肯定有所收获 而且是上海的工作机会 对工作条件 相对全国各方面都不长 毕竟是大城市 对吧 嗯 哪里不能找的工作 这里这么热 对吧 找个包吃包住在一起 这里也能睡啊 那目前的话 这个室外的温度 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地方也能睡 这可能是他们做饭的地方 烧饭的痕迹对吧 烧饭他们烧点什么东西 毕竟他们没有水电 对对对对对 这个大城还挺讲究的 还点了一盘蚊虾 哎对 这网上有蚊子啊 那蚊虾肯定有啊 对 这你别说这抽的烟比你还好的 你仔细看看啊 是不是 抽的也抽了那个这个多少钱一包 20块有 这个20块的 嗯啊 他应该还会来啊 现在上班去的 嗯 看看前面还有没有什么 谢谢大家